大家好,我是小林,点赞订阅,小林财经啊,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啊,就在四年前,2018年,当时的房地产龙头老大哥万科喊了一句活下去, 哎呦,当时把这一种韭菜都搞懵圈了啊,当时你想想2018年啊,大家可是吃香喝辣,吃着火锅唱着歌呢,大把大把的捞钱在房地产里一个搞开发商的啊,万科里搞什么活下去啊,没人看得懂,什么活下去,大家吃滋润的很啊,但是过了几年啊, 你现在看回去啊,大家都知道了,最近几年,这开发商什么大哥啊,什么许皮带啊,什么碧桂园啊,一个倒的倒,跑的跑啊,什么融创啊,那一个个大家都看到了这个结果啊,所以真的不得不服,江还是老的辣 哎呦,人家你看王石2018年之后,喊了一句活下去,大人家就去干嘛了,人家就吃红烧肉去了吧,啊,天天就去法国踩单车啊,去瑞士的划皮铁啊,人家就退休去了,不搞了,啊,所以真的,人家大哥大啊, 啊,毕竟比我们韭菜懂得多啊,有经验,还有这个,啊,信息肯定比我们要灵通嘛,对不对,你说王石不比我们灵通嘛,对不对啊,所以当时喊了一个活下去,你看有,现在回头看,真的是先见之明啊,啊,真的是有,有一定参考价值, 2015年的时候,更早的了,啊,李嘉诚啊,这个,这个跑了,是吧,不要让李嘉诚跑了,是吧,啊,你回头看,当时,哎呦,你看他李嘉诚,不行了,老了,李,当时很多人说,就李嘉诚,你看不行了吧,粤港澳大湾圈,刚刚开始,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几年前是不是这样,啊,后来他都看到了,啊,这个当时,如果你,你像李嘉诚这样的, 体量,如果他不提前,你们几年润的话,他的体量是卖不出去的,现在不要说,那李嘉诚几千个亿啊,现在一百多万的房子都不好卖,啊,所以,啊,这大哥们喊出这个东西呢,这个韭菜们,不,不以为啊,啊,现在还有很多韭菜说,哎呦,你们不懂,你们不懂中国,啊,这个中国,中国,啊,世界第一,是吧,哎呀,当然很多,也,也, 也是五毛啊,哎,今天,啊,就为什么说起这个呢,哎,居然又有一个,这次就有点不一样,哎,居然是谁又喊出这个活下去,哎,今天就说到这个,华为来了个活下去,哎,我们来看,啊, 23号早间,啊,第一财经记者,从多个信息源获写啊,那当然公开强烈公开的报道,像华为这种企业,如,如果,如果不是真的,早早把你们封杀钥匙,啊,华为内部论坛啊,这个上线的一篇, 关于整个公司的经营方针要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利润和现金流的文章,啊,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啊,在文内提到,啊,全球经济将面临着衰退,消费力下降的情况,哎,这个, 他主要是打个底,经济要大衰退了,啊,里面他当然是说得很婉转,说得很艺术的,啊,这个,我很客气啊,我用词啊,这个,任正非呢, 这个,你看他,这是一种在墙内说话的一种,啊,全球经济衰退,明明就离啊,中国在衰退的,美国人家现在筹什么,筹物价飞涨,筹筹这个用工,这个泰,都用工不够啊,啊,这个, 这个工资涨得太快,是吧,人家这不全GDP,美国现在GDP增长的比例,中国快,是吧,啊,所以,所以这个,把全球带上就你呀,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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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廉,啊,是吧,经济步行,甚至,真的,日本这一季度增长多少,你知道吧, 这个人口大衰退的一个典型,2.2,日本2.2,你想想,你中国2.5,哎呀,我去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增长率跟一个典型的老龄化国家都没得救的,这个,这衰退30年的,这个,这个,你说,这个,日本 居然差不多啊,我不说股市了,人家日本股市流的流的不行啊,所以就真的啊,所以,主要是什么全球衰退,这,这,这主要是一种说辞啊,但是反正他,他就提出啊,就是经济面临衰退,其实是中国经济衰退啊,这个,我就给他翻译一下啊, 啊,中国经济会衰退的很厉害,他的意思就是消费能力下降的很厉害,那跟我们其他视频的分析是一致的,啊,华为应该改变思维和金银方针,啊,从追求规模到追求利润和现金流,保证度过未来三年的危机,哎,这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这个,这个认证非怎么突然间来了一个未来三年的危机呢,哎,你看这个时候,为什么会突然间提出一个,有一个未来三年的危机,啊,这很有意思啊,我们等一下就一起探讨探讨,意思他,他说的很客气啊,什么追求利润,追求现金流,其实说的很好高档啊,意思就是,啊,这个,这个,这个,要,要保证公司, 公司有钱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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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了,不要什么了,啊,啊,未来三年的危机,啊,把活下来,作为最主要的钢领,啊,啊,这里面呢,说了这么多,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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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一个政策,啊,边缘业务,全线收缩和关闭,把寒气传递给每个人,啊,说的牛逼哄哄的,其实就是找了个借口要裁员的嘛, 什么叫做边缘业务,随便他说,现在华为的边缘业务,什么,手机也是啊,华为手机已经边缘了,所以你不好掌握什么是边缘,他说了算,啊,但是华为将要进行大面积的裁员,就这样告诉你啊, 把权限要收缩,要关闭,把寒气传递,哎,这个,这个,这个,什么狼性教育又来了啊,所以这个根据,你比如根据的国际机构IDC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啊,上半年国了国内,中国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约1.41台,同比下降百分十四点四,啊,里面,啊, 荣耀,还有Vivo,OPPO,小米,苹果出货量分别列为前五啊,由此看到华为手机呢,那那那是,呃,已经是被分类为其他啊,跟根本就就在这个分类里面就没出现华为啊,那荣耀是他,他已经分离出去的啊,一个,一个品牌说起来就,就太长了, 在华为,啊,里面,啊,他也发布了一个,一个业绩,业绩,啊,的一个清单,当然他没上市啊,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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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随便他说啊,啊,但里面也提到终端业务,就是手机这一块了啊,说收入有1013个月吧,对吧,有1000多个月啊,同比下滑百分之二十五点三五,随便他编,但是下滑幅度相当之大,也就是在做手机这一块啊,华为现在, 就是基本没有了,要边缘了,所以要裁员了,裁员,要未来三年,提出一个未来三年,又是怎么解释呢,啊,有很多个解释的方案啊,其,其中一个,那就是他提到啊,这两年华为之所以还没,还没隔屁啊,主要是聚焦了什么呢,啊,这个任正非说啊,聚焦了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哎呀,我们聚焦基础设施不动, 啊,这个华为公司肩负历史史面,什么叫基础设施啊,他说啊,这个华为,啊,的轮值董事长胡后坤啊,也是说,啊,就尽管这个终端业务,就这个手机卖不出去,但是我们基础设施业务保持增长,基础设施是个什么玩意啊,就是基站,基站是什么玩意啊, 三大运营商给华为的订单啊,这,这就,这就是其中一块,其实华为这,这这么个企业啊,本来就是全中国韭菜养着他的啊, 啊,因为每个人的电话费里面,就,就交给了运营商嘛,运营商就会划播,啊,给这些华为,或者说是中心通讯嘛,做基站,啊,就有,有新建的,或者说有维护的啊, 因为日晒雨林呢,这基站有,肯定也会换啊,因为一连半载,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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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拆,可能,可能,肯定你要更换零部件嘛,对吧,嗯,所以啊,呃,华为这个企业,其实说到底,它是全中国韭菜养着的,每一个人每个月的电话费就养着华为,啊,就拐了个弯,没直接向韭菜收费,但实际上每个人交的电话费里面就有一部分,就 直接就划去划去划给华为去,去做基站去了嘛,对吧,所以它说就保持了增长,嗯,但是这样啊,呃,现在中国新建的这个基站,就差不多了,啊,基本上中国也不再需要再新,大量新建基站,啊,该覆盖东,对地方覆盖差不多了,城镇的话也差不多了,所以这基站这一块, 其实华为也没有多少空间,往后这几年主要就是维护维护,啊,所以我华为这么几年,他甚至是去做摄像头,啊,说去养猪嘛,养猪里面其实很大一部分也是传感器,或者说摄像头,啊,什么智能养猪嘛,啊,其实也是抢海康威士的生意,啊, 啊,所以这个华为现在为了活,这个他提出活下去,这现在把终于把这个活下去,啊,提了出来,就是华为后面就更困难, 这更困难的背后是中国已经没有办法,已经没有国力在支撑华为这个面子,其实华为早都不行,被美国针对这些人之后,他其实没有存在价值,但是,但是呢,他是个面子,面子不能丢,就像一带一路,呃,是的,一带一路亏不亏,亏呀,啊,但是是面子,面子不能丢,就雄安亏不亏,雄安亏呀, 但是要顾着,但是现在任正非喊出这个活下去,啊,这个含义看出来就是,中国这个国力现在看来维持这些面子,有困难,啊,很多这些以前啊,这个这个这个大傻逼,啊,以前就就是要,无论他亏不亏,把它做起来的东西,后面三年,可能不好搞, 可能不好搞了,就是习包子的一个习,这个把这个华为当做习家军的话,就是意思就是习保,习这个习近平也保不住你,你这个华为了,现在国家也自己也没钱了,中共自己都搞不定了,你这华为你自己看的班,啊,就这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传导下去呢, 这个任正非肯定也,也就执行下去了,这个大幅度裁员,收缩战线,这个后面也没什么好搞的了,主要就是做做做维护的订单啊,当然也不少啊,我预计,全中国的这么多基站,啊,每年维护一下,更换一下零部件,也不少,你说做个几千亿生意,哪怕都都分分钟啊,是吧, 因为你想做十亿韭菜嘛,每年的电话费里面,也不少,是吧,也不少,哎,所以真的,啊,这,这主要看出来,一个就是,啊,可,啊,一个就是,啊,中国国力,没有办法,在,在,可能在,支撑华为,现在这个规模了,可能还要再收缩,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可能外部的这个制裁,后面这三年, 预计更加严峻,啊,这个什么,关键芯片,啊,现在华为只能做4G手机了,再搞,到时候可能更加跟不上,你现在,你现在天天搞个4G手机,啊,那到现在还,还行啊,还,还有人能买,啊,到再过几年,三年之后,我们就知道,现在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很快,那跟不上,这个华为,所以,他说的是,三年之后,非常困难, 那这个,这个看来是,空气来风,啊,这个,这个,板上钉钉,啊,这是华为,这个,那个,活下去,啊,我认为是,啊,这个含义,主要是整个中国,整个中国后面,啊,都不行了,啊,整体的不行,就,这,华为不行,就,啊,显现出来,这个,整个国家的国力在衰落,啊, 啊,就这么理解,啊,啊,也只要中国共产,或者中国共产党换,换掉,啊,对吧,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就中国共产党,啊,执政,他,他也没有办法再输出很多利益,啊,所以看到有些大外宣,好像也,也退出了,现在,啊,什么,什么,有,有些,是不是德国阿福,啊, 啊,你看到他,他,可能就没订单给他了吧,啊,这个,慢慢,慢慢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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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回德国去了,呗,也没,没,没,没什么好,好干的了,就不给钱,那不是,是吧,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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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全家,就,老婆也,也认到德国去了,吧,也赚够了,算了,是吧,啊,这背后可能就,这,这种输出利益的能力,啊,就没有,啊,啊,这个,说了一大堆,啊,这个,华为,我觉得是个标志性的事件,啊,除了这个,华为, 另外,啊,啊,啊,我还有一个新闻,啊,就,也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啊,中信证券,啊,啊,也爆雷,啊,中信证券居然也爆雷,啊,杂爆雷呢,啊,就是,这个,8月23日,啊,这个,傅安娜,哎,是,是一个做什么呢,啊,做,这种家访,啊,我们叫,叫做,就是,窗帘之类的,啊, 啊,傅安娜公告是说什么呢,啊,说他2021年的时候,3月19号,2021年的时候,以自有资金1.2个亿,买了12个月的中信证券的一个理财计划,啊,叫傅安一号,一个多亿了,买了个理财,啊,本来是2022年3月19号到账,啊,这个到期了,就,就拿利息,拿本金了, 结果居然,啊,什么呢,没拿到钱,啊,本市多次3月19号,现在,现在已经8月了,啊,多次沟通,一直不到账,啊,应该是4月14号就收到兑付本金1350个亿,50万,啊,这是利息,啊,但,啊,只收到1350万,啊,其他的全部就,就没到账,啊, 啊,就,就全部都没到账,啊,本来应该是,哦,投了1.2个亿,啊,应该收到1.4个亿左右,啊,但是有只收到了1000多万,这个剩下一个多亿,没到账,全部都没到账,啊,全部没到账,啊,啊,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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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产品,它的底层资产是什么呢,现在扒出来,它的底层资产原来北大资源,杭州海港城,啊,又是, 这个房地产项目,啊,所以它底层资产,就是中信证券发了这个理财产品给富安娜,然后富安娜给了钱之后,啊,中信证券,又把这钱给了,啊,北大资源杭州海港城,结果海港城爆雷了,啊,这个房地产的项目烂尾了,然后中信证券拿不到钱,中信证券又不用,不,又不愿意兜底,啊,现在富安娜就没说, 富安娜的股东就跳起来了,就,就这么个事儿钱,啊,其实就是,啊,中信证券的理财爆雷了,啊,这个违约了,还不起,中信证券可是什么,中国最大的券商啊,中信证券也爆雷了,我去,啊,而且它这个标志为,这个第一风险,固定收益产品,啊,怎么回事,啊,然后富安娜,现在我们准备打官司了, 按理来说,它应该,啊,就,它,它是有兜底,它是有,应该先对付,啊,这个,它,它可能是属于什么低风险产品,这个中信证券要负责,就这么个意思,但现在中信证券负不负责,它不负责,你够吧,我,我,我没办法了,一个多一,啊,啊,现在就扯皮,扯在那,啊, 这又是一个大大的一个爆雷,啊,啊,啊,根据公告,啊,记者发现,啊,其实18年开始,每年都有买这个理财,这个富安娜,连年都买,因为有一个多亿的这个滚存在这,啊,啊,这么大的上市公司,你说有一个亿有,啊,每年都在买,啊,这么多年赚了几千万,但是最后啊,没想到,没想到,这上市公司,家仿巨头,啊, 富安娜也被割韭菜了,我去,啊,这个富安娜一个多亿收不回来了,啊,所以真的,现在小的也割,大的也割,哎哟,啊,没有谁说特别安全,啊,反正现在只要沾上房地产的边,啊,啊,整个经济,啊,到,到处都,都充满风险,啊,啊,都充满未来三年, 是个危机,啊,任正非说的,啊,可不是我说的,啊,小粉红五毛去找任正非去,啊,那我现在说到这里了,啊,这个视频先说这么多,啊,觉得有点意思简单的分享,拜拜